蜜桿站長 蜜桿的一個公益路跑的活動 我想這幾年大家都有看到 有很多的公益路跑裡頭夾夾著這個IT 我想特別要肯定我們高中捷運 他們可以說是在2022年就第一次推出了這個IT的路跑 而且是我們自己本土的蜜桿站長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今年參加過 包括蠟筆小溪 包括柯南 包括芭比 這個都是所謂的IT很好 裡面有包括帶著寵物 帶著親子 然後大家一起推動運動健康 那今天特別來幫我們高中捷運再一次的站下 而且肯定這個跑步的路跑的活動 可以讓整個大帶小 全家大小 大家一起健康 同時親子大家一起出遊 也帶著自己喜歡的寵物 我想可以讓整個家庭 整個環保我們高中的 這樣的一個形象都可以提升 那這裡面看到這些 我們的IT路跑 有一些是跑這個知識的 不同於像我們高中 不幫忙他說跑的是速度 那IT路跑更能夠讓大家一起拍照 讓大家一起分享喜樂 快樂 我想這個是跟這個 高中負方馬之中最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借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也講一下 負方馬在明年的一月十一跟一月十二會舉辦 那麽我們今年的這個主題是 副船板 這個喜愛鳥 我們有豐快的海鮮 那麽同時呢 這個讓大家 這個可以享用 我們的這個烏魚子 那麽同時上台風 我想這樣的前載 我要聊的這個高中負方馬那中 也請大家趕快抓住機會道明 謝謝